曠惠东隶属于国军七十四军五十一师的中卫军官,对外宣称早已战死在干北的高安,如今的他刚从德国军事学院毕业,正式化名为孟安南,将以新身份进入一家左倾报社,及时与共党取得联系,打入内部。 陈默群跟孟安南提前交代了人物以及联络暗语,同时拿出一块没有秒针的手表,倘若以后他若出现不测,会有其他联络人拿着手表出现。 正因陈默群的一手培养,孟安南对他感激涕零,更是言听计从。 王世安对陈默群格外忌惮,考虑到他很快要从香港回到上海,于是便用公共电话给日本县兵部透露陈默群的行踪,想要借助日本人的手除掉隐患。 当天夜里,共党假冒普东支队偷袭龙华机场,并将其炸毁,击毙日军数十人,直至第二天早上,已在各大报社发布消息。 林南生去找普东支队的王水根,从他口中了解到一些情况,从而认定顾盛严私自提取电台和一批枪械,实则是转交于其他地方。 正因如此,林南生主动询问顾盛严关于电台的事情,没想到对方静轻描淡写地表示电台已被日本人缴获。 由于普东支队夜袭机场传遍大街小巷,上海军统战已得到南京方面嘉奖,林南生没能从顾盛严的身上找到破绽,反而收到要与共党街头的任务,包括联络暗宇。 见面的点选在那家康可尔咖啡馆,林南生亲自前往,却没想到代表共党的联络人竟是朱宜珍。 当他看见对方出现的那刻,有过一瞬间的失神,即便是说着暗号,仍是难掩激动。 相比较林南生手足无措,朱宜珍显得格外冷静,直接切入正题交谈,可是听到林南生要求国共两党共享情报时,立马出言打断。 因为先前国民党在北方杀害拔路军,同时又在上海围剿新四军,如此恶劣的搅供行为,根本不配提过多要求。 朱宜珍拒绝情报共享,收下林南生提前写好的本子,刚要离开时,却见林南生早已点好一杯昂烈,令他不由想起过去的美好时刻。 会面就此终止,朱宜珍极力压制住自己的情绪,可是对于林南生的感情,依然是表露于面,所以他匆忙下了黄包车,躲在无人小巷里痛哭一场。 林南生回去跟王室安慧报情况,简单几句话掩饰了朱宜珍的身份,顾盛言对此有些猜忌。 朱宜珍连发机份电报都被日军截获,高桥千兵未猜测到于夫重新安置电台,所以派人盯紧对方,痛实力用真机车搜寻电台下落。 幸好既中原早有防备,他赶在真机车到来之前,便让朱宜珍停止发报。 王室安召集所有部门人员,正式宣布陈默群返回上海的事情,目的是未将消息散布出去。 一直帮他做假账的会计担心会暴露,整个人慌乱不已,尽管王室安同样有所顾虑,可他只能把身家性命压在日本人身上。 香港邮轮逐渐靠往上海码头,林南生提出要亲自去接沉默群,怎料刚到没多久,竟见大批日本县兵赶到。 日本人事先获悉,并在香港站点埋伏,一路尾随至上海码头,还未等沉默群下船便将他当场抓获。 林南生在码头目睹全城,立马回到军统处跟王室安说明情况,情绪激动地认定内部人员出卖沉默群的行踪。 王室安文言大怒,觉得是林南生怀疑自己,火急火辽地给重庆方面发去电报,顾盛言则在旁边当个何事老。 王室安文言大态 王室安文言大态